OK 哈囉大家 今天這一集呢 要來拍一個 算是拆車計畫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從騎車到最近 大概一年多以來的一些 嗯... 我就算回憶吧 先把車搬出來 沒錯 就是這一台 那這台呢 其實是我的 算是第一台腳踏車 那這個是之前在 大概一年多以前 我的學長 也就是阿根 那他把車架 還有一些 車上的零組件 然後借給我 那我自己去增添了一些器材 組成了一台車 但是當時 嗯...大概騎一兩個月左右 蠻幸運的 就換了新車 所以 這台車其實前陣子一直翻我家 就是給追溯攝影師 以為騎乘 那因為最近有一些關係 所以這台車準備要還給 就是阿根學長 所以我今天準備來 好好把它拆解一下 就是把我的一些器材留下來 那接下來我們就準備 把這台車還給阿根學長 那在這過程當中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台車 有蠻多我的第一次經驗 那我們就來拆車吧 那可以看到其實我現在騎的 這台小黑在旁邊 這台我當初拿到的時候 我記得只有車架 然後座管 還有... 呃... 後便 前便 然後夾器 龍頭 把手 應該就這些 其實已經幾乎是一台車了啦 那我等一下要做的工程 大概分為幾個 一個就是馬錶座 然後把水壺架也拆下來 還有大盤 然後輪組 跟椅墊 應該就這些東西拆下來 那剩下的 就要還給學長 好 那我們就邊拆邊聊吧 先從簡單的開始 我們就先從水壺架好了 水壺架先開始拆 其實這台車 呃...我記得 我現在回想起來 是有蠻多我的第一次啦 就是算 第一次組一台自己的車 然後 我現在回去看影片 才發現其實那時候 聊的內容還蠻蠢的 例如說 呃...什麼 Artegra的大盤 跟105的大盤 對於速度有沒有什麼影響啊 哪一個可以騎比較快 那根本是池底問題 不是集聚問題 然後 還有腿力也蠻重要的啊 現在回去看那時候的影片蠻好笑的 就是 那時候問的 問題我覺得算蠻天真的 就會問說這種 什麼可以騎比較快的問題 然後再來也有 我的第一次去騎 算是約騎 然後去騎了 建南路 中色路 還有 白湖吊橋 是白湖橋嗎 反正那時候去騎了一個路線 也是三條線一騎 然後都是騎這台車 然後我第一次在騎乘的過程 遇到有騎U-Bike的騎士 然後騎超快的 超級厲害 然後那時候也認識了一些蠻厲害的朋友 那那是我第一次騎建南路 中色路 到後面其實自己就超級長騎的 那時候我記得 中色路還會一直嫌棄說 哇 怎麼還沒到終點 到底還有幾個彎 就是完全是 那時候真的是菜鳥等級的車手 好 我們把這個水壺架卸下來了 哇 這邊變得非常空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來卸的是這個 馬錶座 馬錶座也是需要一點時間把它轉下來 那我今天就不特別特寫了 因為我們今天比較著重在 聊聊這台車跟我的過去經驗 那這個特寫畫面其實 我也不是很專業的拆車的 所以我就只是有螺絲的地方 然後把它鬆掉轉下來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厲害的 就不特別轉給大家看 好我們把這個 算是馬錶座 已經拆下來了 我記得我那時候 第一次去騎風貴嘴的時候 是跟牆尼跟阿甘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騎得非常痛苦 就是上坡就覺得怎麼踩 都踩不到終點的感覺 而且在後面到終點那一刻 我整個快吐了 然後大家還不相信 真的是 但是算是初體驗 然後我後來騎到後面才發現 為什麼我那時候騎不動 因為這台車是配11 28的飛輪 那其實我現在騎的是30 那我覺得在持筆上阿 爬風貴嘴真的差滿多 因為踩到後面你會覺得 怎麼那麼重都踩不上去 已經最輕檔了 腳還是覺得很疲勞 當然那時候可能腿力也有差 但是我覺得現在才回想起來覺得 哇 因為我那時候裝了11 28這個持筆 去爬風貴嘴真的是很硬 所以現在看起來也覺得滿有趣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拆下一個 也就是大盤 那大盤我應該就是把飛輪大盤這個 腿主整個直接卸下來 然後我們剩的就讓它留在車上 OK 好我們的一隻腿 腿主已經拆下來了 接下來要把大盤敲出來 大盤上面還有鏈條 所以可能難度會有點高 先把變速往內 調進來 我這就是完全自己的菜鳥拆法 也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 如果我拆的不正確 大家可以直接在下面跟我講 先把鏈條卸下來 OK OK 鏈條這裡面了 接下來我們把大盤拔出來 大盤好難拆 翻功夫 耶 哇 我們終於把大盤拆下來了 這個大盤呢 就是這次以為在CT影片 你們應該已經看過了 然後算是它的自勝關鍵吧 我覺得 因為它就是搭載了這個 FSA的PowerBox SC功率大盤 所以它在後段的地方 就可以靠著它觀看功率的數據 然後在後面發揮的更好 早知道不要幫它升級了 不然這一次的比賽 我就有機會獲勝了 好啦 沒有啦 所以大盤拆下來 接下來只剩 應該算最後一個步驟了 也就是椅墊 那我覺得椅墊相對來講 是比較簡單的 好 我們來拿出螺絲起子 那其實剛剛這台車有講到 我們還有去參加 就是騎風跪嘴嘛 然後 它也算是有去騎了我自己的 第一次人生的第一個 100公里 我記得第一次騎100公里 我們是去騎那個 算是繞行整個北海岸 然後那一次的約騎 是我認識的一個教練 叫光武 然後他舉辦的約騎 所以那時候算是 滿有趣的 跟他們去騎了第一個 100公里 發現我好像拆錯了 我總會把整個椅墊的架子拆下 我應該只是拆旁邊的螺絲而已 再把它鎖回去 所以他也陪我去騎了第一個100公里 就是我記得那時候騎到六七十公里 就覺得很受不了 因為100公里騎了三四個小時吧 應該沒有很快 然後我們就走走停停 還去吃生乳捲 我們還去騎到美國村那邊去吃生乳捲 所以印象也滿深刻的 也是這台Dare陪我去完成了 我的第一個100公里 所以我覺得算是滿多 滿重要的第一次都是他陪我去完成 那也很感謝那時候阿根學長就借我這台車 讓我有機會真正的愛上自行車 然後開始花了很多時間去投入在影片的製作阿 然後開始去了解阿 去做一些其他的升級 耶 這是應該猜對了吧 哇這個車子真的是 滿滿的沙子阿 非常有那個騎乘的痕跡 全部都是沙子 總算把椅墊拆下來了 接下來把他鎖回去 我覺得自行車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其實他沒有構造也沒有到非常複雜 就是大概玩熟悉可以 有一些東西是可以自己來的阿 好那我們好像拆的差不多了 然後最後就是把輪組拆下來 這台車應該就已經是算拆卸完成了 好前輪拿起來了 好啦那全部拆解完畢 你看我們拆了踏板 然後這個是馬錶座 還有功率大盤 水壺架 椅墊 那剩下的東西就準備還給學長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其實主要就是我想要記錄一下 我的第一台車子 從拿到到現在大概一年多以來的一些經歷 感謝他陪我征戰了大大小小的第一次 包括了 棕色路 劍南路 豐貴嘴 甚至到低個100公里 然後他也帶我去挑戰了很多不一樣的路線 真的是非常感謝這台貝爾VSR 那也感謝阿根學長借我這台車子 我覺得真的是滿滿回憶啦 到現在把它拆下來的過程都還覺得 哇 我才剛騎車也不過大概一年的時間 其實時間過得超快耶 體驗了很多地方 那後面都是由我旁邊這台就是 小黑帶我征戰的這些 我去參加的各個大大小小的賽事 所以我覺得滿有趣的 那這支影片其實沒什麼主題 就是再加拆卸下來 然後把它變成最原本的樣子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跟這台車的第一次 我覺得真的是還好我有踏入自行車這個圈子 才可以讓我用雙腳的力量去看了很多 我原本可能完全沒有去過的地方 所以真的是滿滿的回憶 好啦 那我們這台車就等著送給學長 那這些裝備我也會好好利用他的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這邊結束囉 我是原家楊德瑞 如果你想看更多關於 最近可能在家可以做的一些其他內容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你還沒看過我們三個一支 Challenge台灣去參加賽事的影片 建議你一定要看一下 這支我們偶心力寫的製作 點這邊 好啦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